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奇门课程 在这一节课之中教大家如何去定一个奇门局的局 以及如何定下局了之后去排盘 实际上你按照接下来我讲的八步去做 那么这个局一定会排得不错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在这里呢,富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飞盘奇门定局排盘的八个步骤 那么第一,要干嘛呢? 你首先你要分清楚阴阳顿 这个容易分,是不是? 夏至之前是干嘛呢? 冬至之后,夏至之前是阳顿 夏至之后,冬至之前是阴阳 这个容易 那么第二步是干嘛呢? 去插一插节气 究竟你在排盘的那个时间 究竟属于哪个节气所管 这个也比较简单 去万年地上一查就知道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是什么呢? 寻找你排盘的那天 它的什么呢? 日干支的一个 日干的一个夹 挤的福头 那么这个如何讲? 后面详细会跟大家说 那么第四步是用拆补法 来定用局 然后呢,排布地盘的六仪三旗 和什么呢? 和地盘的神盘 那么第五步是什么呢? 插时辰 所属寻手 确定什么呢? 确定直服 非排地盘的神盘 和暗干支 那么第六步是排人盘九门 第七步是干嘛呢? 是确定直服 那么用这个直服去加 你所用的十层的天干 非排除天盘的旗仪和九星 另外呢,这就是天盘的九神 那么第八 就是一个收尔工作了 去把空标出来 把一码标出来 另外,把每个空位的 望向修求状态标出来 如此以来 一个非常完美 非常漂亮 非常正确的七门局 七门局的四盘 你就能够 这个非常正确的 给列出来了 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人 那么在排盘的时候 老是觉得手忙脚乱 手忙脚乱 干嘛呢? 排的少 我在这里 赵老师也跟大家 讲一讲 我对七门断甲的一些 很核心的东西的一些理解 各位 千万不要轻视排盘 可以这样讲 你排一百个局盘 跟你排到一千个局盘的时候 你对七门的理解 绝对不是一个境界 当你能够排到两千到五千个局盘的时候 干嘛呢? 你会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们讲最基础的东西 毛毛毛是干嘛呢? 是最核心的东西 最高深的技法 它永远 隐藏在 最简单 最基础的东西里边 所以 不要盲目的 去干嘛呢? 去跟着别人学 什么高深的技法 没有用 明白吗? 那些技法都是唬人的 真正有用的东西 在最基础里边 好了 大家一起干嘛呢? 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排盘 如何排盘 好 跟着我的思路 再一步一步的来 那么在这节课之中 我会教会大家 如何定局 如何起盘 首先 我们讲 定阳阴阳段 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 不简单 我们来看 冬至 那么大约 在每年的12月21日到23日之间 那么 从冬至这一天 你去查 黄历 我们一看 哎 冬至了 因为冬至 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譬如在12月21日 15点32分 哎 一到了这个点 干嘛呢? 就是冬至了 那么再往后的局 就用 冬至的阳段局 我们来看 那么冬至之后 取用阳段局 那么在七门试盘上 为什么呢? 为砍一弓 干八弓 正三弓 和迅四弓 我们 把什么呢? 把这四弓 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是阳段弓 也称之为是阳弓 那么 在这个时间点之后 你要再去排布 七门端甲试盘里边的因素的话 记住 天地盘 六一三起 要顺培 要顺飞 顺飞 明白吗? 顺着弓位飞 然后呢 人盘 暗干枝 同样要顺着弓位数字飞 还有 九星 九门 九神 无论是天盘的 还是地盘的 都是干嘛呢? 都是顺着弓位数字飞 大家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了 就是 冬至之后 夏至之前 基本上 所有的七门因素 都是干嘛的呢? 都是顺着弓位数字飞 这个简单 容易记 那么接下来 有点复杂的是什么呢? 是夏至之后的音顿局 每年的6月21日到22日会是夏至的时间 那么夏至之后 我们再进行七门端甲的定局和排盘的时候 需要注意要运用音顿局 在七门式盘上 李九宫 宽二宫 对七宫和前六宫 是干嘛呢? 它是一个音顿局的音功之所在 那么在夏至之后的 我们七门的定局和排盘的时候 就要注意要分了 分什么呢? 哎 有几个呢? 有三个是干嘛的呢? 是逆着飞的 有哪三个呢? 首先 地盘的三七六仪 要逆着弓位数字飞 还有一个呢 人盘的暗干支 要逆着弓位数字飞 还有一个呢 就是神盘 要逆着弓位数字飞 也就是九神 天地盘的九神 要干嘛的呢? 要逆着弓位数字飞 哎 那么什么顺飞呢? 九星九门 它是顺飞的 也就是说九星九门 无论阳段还是阴段 都是顺着弓位数字飞 但是呢 天干 然后呢 地支和什么呢? 神盘 和九神 它是分顺逆的 哎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断局之中 经常用到的阴阳段的 一些的知识 大家也要记清楚 我刚才讲到了 一弓 八弓 三弓 和四弓 为阳弓 九弓 二弓 七弓 六弓 为阴弓 这是干嘛呢? 这是一个阴阳的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 是什么呢? 是内外的概念 什么叫内外呢? 譬如刚才我们讲到的阳弓 在阳段局之中 为内 但是在阴段局之中 它就是外 刚才我们讲到的 九二七六的这个阴弓 这阴四弓 是吧? 那么在阴段局里边 它为内 在阳段局 它为外 要记住这些概念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后面我们在论断的时候 是要用到的 是要用到什么呢? 阴阳和内外的 好了 那第一步 简单吧 简单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步 插节气 怎么去插节气呢? 怎么去插节气呢? 好 很简单 咱以今天 以今天这个时间 为例 我们来插一插节气 如何插节气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插节气 怎么插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哎 比如 那么今天 这个时间 是什么时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鬼四年 一某月 雾银日 新有时 是吧 那么这个节气 这个时间点 它所属的节气 在哪里呢? 哎 我们可以看到 在几号呢? 在3月5日 开始 金泽 然后呢 3月20日 是干嘛呢? 是春分 目前所在哪里呢? 在3月13日 那么也就是说 目前的时间 是处于金泽 和春分之间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该用 哪个节气的局呢? 哎 用金泽的局 那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 我们应该用金泽的局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金泽 究竟在哪一宫? 就金泽 究竟在哪一宫? 好 我们来看 我们讲 这是凯一宫 那么 在 七门 之中啊 它分为9个宫 它分为9个宫 那么 一个 但是我们又知道 一年有24个节气 好 那么这就简单了 那么每个宫 翻几个节气呢? 每个宫 翻三个节气 好 我们就开始干嘛呢? 把这24个节气 翻到什么呢? 翻到八个宫中去 那么 砍一宫 翻哪个节气呢? 冬至 小寒 大寒 那么 干八宫 翻哪个三个节气呢? 立川 雨水 经浙 好 刚才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已经确定了 是用什么呢? 是用经浙的节气 哎 我们知道 干嘛呢? 肯定要用 更八宫里边的局 好 我们接下来 把那个节气呢 全部说一遍 呃 在镇三宫 翻到哪三个节气呢? 春分 清明 古语 迅四宫 翻立夏 小满和盲仲 李九宫 翻的是夏至 小鼠 大鼠 宽二宫 翻的是 立秋 促鼠 白鹿 对七宫 翻的是什么呢? 秋分 寒鹿 双降 好 最后是前六宫 翻立东 小雪 大雪 好 我们知道 二十四个节气 如何在七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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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宫 如何去分 我们讲非常清楚 因为中间呢 中宫 本来是七门 有九个宫位 中间不翻配节气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太极之所在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 节气 在什么呢? 节气 在九宫里边的分 九宫里边的分部 为了定局用 为了定究竟用哪一局用 譬如咱举 呃 今天的例子 我们讲用什么呢? 用经浙这一局 那么究竟 那么经浙 它的上缘 是用哪一局呢? 哎 这个容易容易 这个首先干嘛呢? 你如果是不想背口诀 那么你就要记规律 什么样的规律呢? 我们知道 每个公文里边呢 翻配三个节气 那么 第一个节气 这个公务里边翻配的第一个节气 干什么呢? 干这个公的数字是一样的 好 比如我们讲 立川 它的上缘 用什么呢? 扬八局 为什么呢? 因为 立川这个节气 翻到了 这个干八宫里边 那么 雨水这个节气 雨水节气的上缘 就应该用九 经浙这个节气的上缘 就应该用一 那么 规律是什么呢? 你只需要记住 只需要记住什么呢? 每个公文里边 翻的 翻哪三个节气 那么你就知道 第一个节气 它的上缘 跟公文数字一样 剩下的两个节气 翻别一词 往上加一 即可 那么你就能够找出什么呢? 找出每个节气的上缘来了 每个节气的上缘 你就可以找出来了 那么它的中缘 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加六 比如我们讲 经浙 那么它的上缘 是一 那么中缘是什么呢? 中缘就是七 是不是 那么下缘呢 七 再加上六 是几呢? 十三 超过了 这个九 你就减去什么呢? 减去六 十三 减六 超过了九 你就减九 只要 你说 我们一个数 加上什么的 加上六之后 如果大于九 那么就减去九 好 十三 六加七 等于十三 十三 减九 就等于四 我们就知道 而经浙 下缘 用什么呢? 扬四 局 我们刚才这是讲的什么呢? 讲的扬顿的规律 扬顿 一公 八公 三公 和四公的规律 那么剩下 阴顿 怎么样呢? 阴顿 正好相反 怎么相反呢? 我们来 举一个例子 假许 假设 比如讲 我们 用事的时间 我们查了万年 万年例之后 那么是什么呢? 还是属于 畜属的节气 属于畜属的节气 那么我们该定 哪一局呢? 这个时候 首先要去 找一找什么呢? 畜属究竟分在 哪一宫? 我们发现 分在二宫 分在二宫 那么究竟应该用哪一局呢? 我们就开始找 那么因为在二宫 宽二宫里边 分了三个节气 分的第一个节气 是立丘 毫无疑问 那么立丘的上缘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用阴二局 那么剩下的 这个宫里边的两个节气 干嘛呢? 依次减一 二减一 是一 一减一 是几呢? 零 那么零就是九 这是确定 上缘的时间 那么我们 好 我们知道 那么畜属这个节气的 上缘 应该是一局 那么 它的中缘 应该是哪一局呢? 好 减六 一减六 等于几呢? 负五 遇到负数的时候 再加九 明白吗? 一减 一减六是几呢? 负五 负五 加九是几呢? 是四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就知道 因四 是畜属中原的局数 我们再看 那么下缘是什么呢? 四 减去什么呢? 六 是几呢? 负二 负二 加九 是什么呢? 是七 好 这是干嘛呢? 通过这样一个 二十四节气 在什么呢? 在 八公里边的 这样一个分布 那么教大家 如何不用去被口诀 迅速的判断出 我们该用 哪一局的一个什么呢? 一些规律 好 我们刚才讲到了 那么是用经责 经责这个节气 那么究竟是用 是用 上缘 中缘 还是下缘呢?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接下来我们看 好 接下来要干嘛呢? 你就要寻找 你预测日期的 这样一个日感 就是日感值 我们来看 日感值 好 那么为什么要去寻找 日干头呢? 什么叫日干头呢? 其实啊 就是寻找什么呢? 寻找你现在用的 这个时间的什么呢? 现在用的这个 比如今天 假设我们是 乌银日 那么他的日干头 是谁呢? 好 你想要理解 日干头这个概念 那么必须要明白 好 因为我们在 七门断甲之中 五天 是六十个时辰 干嘛呢? 正好为一猴 也就是 七门断甲之中的 一局 比如我们讲 这个经责 上缘或者 经责中缘 或者经责下缘 这只称什么? 五天六十个时辰 就等于以后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缘 或者等于什么呢? 一局 这个要清楚 这个概念 好 所以呢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五天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他要用完这五天之后 他就必须换局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找什么呢? 哎 把 这个 嘉乙丙丁物极更新人鬼 干嘛呢? 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 嘉乙丙丁物日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五日 五日呢 必然用完了之后 就要换局 另外一个是 极更新人鬼 这五日呢 他的 那么这五日应该 去定谁的局呢? 去找一找 集 集是谁 好了 我们来看 来举个例子 这样说起来 有些 有些什么呢? 我们很多没有 没有基础的同学呢 理解些有些复杂 即是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 物银日 往前数 往前推 假设我们现在是物银日 往前推 那么 物银前面是什么呢? 物银前面是 丁丑 丁丑前面是什么呢? 丁丑前面是丙子 丙子前面是什么呢? 以害 以害前面是什么呢? 假虚 好 干嘛呢? 我们就找到物银日 他的 斧头是什么呢? 假虚 明白吗? 我们就知道 假虚 就是谁呢? 就是物银日的 斧头 为什么要去找他这个斧头呢? 很简单的 这以后面我们要讲到的一个 到底定哪一局 有关 刚才我们讲到了 你通过 寻找节气 你只能够确定 你只能够确定究竟是用哪个节气的局 但是一个节气呢 它有三个局 究竟该用上缘 中缘 还是下缘呢? 是由谁决定的呢? 是由日之决定的 是由日之决定的 明白吗? 刚才我们讲到了 物银日 他往前推 一旦遇到假或着急 就停止 我们发现 它是什么呢? 假什么呢? 属于假 假虚 那么虚 就是我们要找的什么呢? 参考的依据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那么假设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人尘 现在是人尘日 那么他的日干头是什么呢? 我们往前推 推什么呢? 人尘 那么他的人尘前面是什么呢? 往前推啊 往前推 不要往后 人尘前面是什么呢? 西卯 西卯前面是什么呢? 更饮 更饮前面是什么呢? 急 丑 是不是啊? 哎 看到没有 找到急了 找到急之后 你就不要再往前推了 明白吗? 永远 先找到假 用假 先找到乙 先找到急 用急 明白吧? 你不要找到急了 还要往前推 错了 不对 记着吧 先看到急 就是急 先看到假 就用假 明白吧?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讲 为什么要去找这个日干头呢? 就是为了确定什么呢? 哎 他究竟这五天 究竟他的 这五天里边 我们这五天作为一个单位 那么这个单位 他的头是谁? 好了 我们找 如果是日干头 我们刚才讲到 找日干头的目的是什么? 看看日干头所带的 带的 这个地址是什么? 刚才我们讲的 譬如物银那个 他的地址是什么呢? 假虚 是不是? 哎 我们就知道 看虚 哎 陈虚 丑位 如果地址是陈虚丑位 用下原局 如果 这个 日干头的地址是 滋无毛油 用上原局 如果是银身四汉 用中原局 好了 那么如此以来 我们 那么现在做到这里之后 那么大家 我们稍微理一理这个思路 理什么样的思路呢? 啊 首先 我们知道 该用阳段还是阴段 那么接下来 我们通过什么呢? 查这个节气 我们知道什么呢? 该用哪个节气的局 那么 因为一个节气 有三个局 究竟该用上原 中原还是下原呢? 有什么决定的呢? 啊 由这个这个日干支 往前推到夹几的日子 他的地址决定的 啊 如此以来 我们就干嘛呢? 就能够确定 究竟是应该用阳几局 或者是阴几局的问题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 然后呢 你确定一下什么呢? 确定一下 比如我们现在确定一下 用阳二局 怎么办呢? 你就开始把物 放到哪里呢? 放到二宫里边去 那么既然是阳段 那我们就顺着公尔数字C 好 三起六一 按照物极更新人鬼 以秉兴的顺序 非部九公 好 我们干嘛呢? 举例子 举例子 举个例子 好 举例子 我们就以什么呢? 今天 我现在 录这个节目的时间 然后干嘛呢? 我们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 究竟干嘛呢? 究竟 究竟 究竟该如何去正确的起局 好 我们来看 我们首先干嘛呢? 把这个万年利拿出来 那么现在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现在呢 是属于经浙的节气 好 我们就知道干嘛呢? 经浙 一七四 是不是? 用这个局 但是该用一局 七局 还是四局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 来继续找 我们首先 把什么呢? 那么 那么 这个万年利上 它已经标着什么呢? 这个 这个时间的 什么呢? 它的所有的 这个 划算成 天干地之之后的 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 我们来看 它是什么? 鬼四年 一毛月 雾炎日 心有时 好 我们来把这个 日子给写上 好 心有时 心有 心有时 那么 究竟该用哪个局呢? 我们首先 确定的是什么呢? 肯定是用阳局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在 冬至之后 夏至之前 那么究竟该用 阳几局呢? 这有节气 和节气的局决定 首先我们 确定的是用经浙的节气 那么经浙是174 那么我们 能确定的是 一定是用阳一局 或者阳七局 或者阳四局 那么究竟 用哪一局呢? 这个时候 我们干嘛呢? 就应该去找福头了 讲什么 找日干头了 好 我们讲 雾炎日 是不是? 雾炎日 雾炎日 往前推 雾炎前面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实际上已经推过了 再跟大家推一遍 大家那里里这个思路 雾炎前面是什么呢? 雾炎前面是急 雾炎前面是丁丑 丁丑前面是什么呢? 丁丑前面是丙子 丙子前面是什么呢? 雾炎 雾炎前面是什么呢? 假虚 明白吗? 好 我们找到什么呢? 找到假了 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 有没有碰到急呢? 没碰到 所以呢 我们只碰到假 好 找到假 停住 那么就是假虚 刚才我们根据那个规律 那么假 那么假虚 它的实质是什么呢? 是虚 那么前虚存位 应该用什么呢? 用下 下缘的局 好了 那么我们就知道 知道什么呢? 因为用金泽下缘的局 那么金泽下缘 是哪些局呢? 刚才我们讲的了 上缘用一 阳一 中缘用阳七 下缘用阳四 好了 我们现在就定了 什么呢? 用阳四局 好 我们就开始干嘛呢? 在宫物里边飞什么呢? 把 把什么呢? 把干支给飞 我们阳四局 所谓的阳四局 为什么要确定 这个四呢? 那么 那么确定这个四的目的 是为了干嘛呢? 是为了确定 究竟把物放在哪个公 那为什么要确定 阴局还是阳局呢? 那么是为了确定 是为了 顺着公位数字走 还是逆着公位数字走 好 我们现在确定是阳四局 那么就是干嘛呢? 顺着公位数字走 物 几 根 心 人 鬼 疑 丙 丁 好了 干嘛呢? 这 就是干嘛呢? 我们按照前面 所说的那些步骤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干嘛呢? 可以排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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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干嘛呢? 可以排出这样一个 把这个局已经排到这个地步了 那么接下来继续 继续 好了 那么第五步是干嘛呢? 要确定 什么呢? 寻的 就究竟出这个时间 时干之 那么究竟是哪一寻 确定寻的目的是干嘛呢? 确定知福和知识 那么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干嘛呢? 你自己去往前推 还有一个是用公位数字算 那么孙老师经常用的是 公位数字 用数字去算 好 我们来看怎么算 首先你要明白 地支的数字是什么 子是一 丑是二 银是三 卯是四 臣是五 四是六 五是七 位是八 身是九 有是十 须是十一 亥是十二 那么这是干嘛呢? 这也是我们 属地支的顺序 那么天干 甲是一 乙是二 丙是三 丁是四 悟是五 己是六 庚是七 心是八 人是九 鬼是十 这是干嘛呢? 这是地支的 这是天干的数字 好 现在我们 假设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心有十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要注意 再就是干嘛呢? 要记住 寻的数字 甲子物寻 是零 甲虚几寻 是十 甲身根寻 是八 甲五心寻 是六 甲身人寻 是四 甲阴鬼寻 是二 好 随便给出我们一个 时辰来 那么我们能够非常迅速的干嘛呢? 知道它属于哪个群 如何快速的知道呢? 很简单 你用十层地支的数 去减去十层天干的数 然后呢 得出是几 就是属于哪一群 那么如果你在减的过程之中 出现了负数 干嘛呢? 你就加十二 好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那么 我们知道 现在是什么呢? 新 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什么时间 现在是新有时 是吧? 现在是新有时 那么这个我们就开始干嘛呢? 开始看 它究竟属于哪一群 究竟是哪个群 领头的呢? 哪个甲领头的群呢? 好 有 新有吗? 是不是? 那么有是几呢? 我们知道 有是时 那么新是几呢? 新是八 好 新有 那么地支减天干 十减八 是几呢? 是二 哎 我们知道 二是什么呢? 二就是假银鬼巡 假银鬼巡 再举个例子 例如 你们现在算什么呢? 假设啊 你们现在是丙子时 那么究竟 它是属于哪一群呢? 我们知道子是一 是不是? 丙是几呢? 丙是三 哎 一减三 是多少呢? 负二 负数不行 我们讲 一旦出现负数的时候 加十二 那么负二 加十二 是十 哎 我们就知道 十是什么呢? 十是假虚几群 明白吗? 哎 就是这样来 非常快速的用数字的 这样一个转化 计算来算出什么呢? 算是究竟属于哪一群来 好 我们继续 继续干嘛呢? 确定什么呢? 确定出这个 属于哪一群来了 一个具体的时间 究竟属于哪一群 那么确定了群之后 实际上你就确定了 什么呢? 确定了 现在的直辅 和什么呢? 和直屎了 我们来看 那么 你找到寻手之后 你就确定了直辅 干 兴 门 干嘛呢? 就全部确定了 然后剩下的要多的是 干嘛呢? 在地盘上去 非部什么呢? 非部九神 和什么呢? 和非部 这个人排的暗干之 好 我们来看 举例子 继续举例子 用例子说 好 我们来看 好 这是我们刚才干嘛的呢? 刚才 通过刚才 前面的步骤呢 可以干嘛呢? 可以得到现在的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局 我们继续把这个局来完善 我们讲 那么现在通过我们刚才 刚才来的计算 那么心有 是属于什么呢? 假银群 我们知道假银 等于鬼 诶 鬼在哪里呢? 鬼在这里 鬼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呢? 知福是什么呢? 诶 鬼所在的公 他的原始的公 原始的兴是什么呢? 天英兴 那么原始的门是什么呢? 井门 好 我们就干嘛呢? 把执福和执使 给确定出来了 好 我们还剩下了一个问题 是干嘛呢? 再就是把什么呢? 把天干 把什么呢? 把地盘的九神 给排出来 因为我们刚才说啊 那么因为他是这个心有时 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假银鬼巡 假银巡 所以呢 鬼就是什么呢? 执福 然后呢 因为我们讲这是杨盾 所以呢 顺着公位数字走 九完了之后是一 执福 藤蛇 然后呢 太阴 六合 然后呢 勾成 太阳 然后呢 猪雀 呃 知不知道 看这个 太阳 九地 然后呢 九天 好 这是干嘛呢? 就把 第一盘的 什么呢? 把第一盘的九神 排列完毕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 那么 目前进行到现在之后 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把 暗杆枝 人盘的暗杆枝 给排出来 好 我们知道 这是什么呢? 这是鬼 是不是? 我们知道 这是假银鬼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干嘛的呢? 这实际上就是假银 然后呢 我们讲顺着宫位数字走 因为是阳顿 假银 然后呢 一毛 然后呢 这是干嘛的呢? 又回到九宫了 我们知道这个位置是干嘛的呢? 因为 我们讲六甲 它是断的 它断到哪里去了呢? 假银实际上干什么呢? 鬼害一个宫位 你知道鬼害所在的位置 那么实际上就是假银所在的位置 那么在这一旋里边 干嘛呢? 我们就人盘的暗杆枝 也全部排完 好 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 我们接着来 那排到这儿之后 那么接下来应该干嘛呢? 把直实加到暗杆枝上 其余的门 无论阳顿顺步 全部 无论阳阳顿 全部顺步 好 那么接下来继续排 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的了是心有时 我们找找心有在哪里 还心有在这里 那么所以说 它的门应该是什么呢? 把直实门按到这里 井门 然后呢 我们知道因为是阳顿 所以呢 顺着走 井门之后是什么呢? 是修门 修门之后是什么呢? 是死门 死门之后是什么呢? 伤门 然后呢 渡门 然后呢 中门 开门 经门 然后呢 生门 好了 我们干嘛呢呢? 把 人盘 酒门 排布完毕 那么接下来我们 这一步要干啥呢? 我们来看 要飞补天盘了 那么直辅 加实干 无论阳段 无论阳段 还是阴段 顺着宫位数字 飞什么呢? 飞星 然后呢 天盘的三七六仪呢 分阴阳段 顺利 飞步九宫 接下来 就是要干嘛呢? 天盘的 神盘 你把什么呢? 把神盘的直辅 加到什么呢? 加到我们刚才确定的 这个什么呢? 寻的直辅里边 分阴阳顺利 飞步九宫 好 我们来 我们来看 那么这就是一步一步来的 好 我们来看 刚才我们讲到 直辅是天鹰 然后呢 假鹰鬼 天鹰井门 好 我们来找什么呢? 直辅 是什么呢? 直辅就是鬼 鬼加到哪里呢? 鬼加到石干上 那么心有石 那么他的石干是什么呢? 就是心 现在哪里呢? 现在七宫 把什么呢? 把鬼加到哪里呢? 加到心上了 我们知道 这是干嘛呢? 鬼所带的 地盘九星是什么呢? 是天鹰 也就是我们的直辅星 同时干嘛呢? 神 神盘的什么呢? 这个直辅 应该干嘛呢? 应该跟天鹰的 这样一个直辅星 是在一起的 直辅 好 这是干嘛呢? 我们称之为 这是确定一个太极点 剩下的 干嘛呢? 要干嘛呢? 顺你飞了 我们知道 先飞什么呢? 先飞天干 天干 再重复一遍 杨断 顺着弓尾数字飞 音段 逆着弓尾数字飞 好 我们来飞 那么鬼在哪里呢? 鬼在七宫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 以 七宫完了就是八宫 然后呢 物极更新人鬼 以丙丁 以 然后呢 丙丁 物 己 更新人 好 我们干嘛呢? 把天盘天干 把天盘的天干飞完了 接下来飞星 我们讲星 无论阳阵阴队 全部顺着弓尾数字走 好 我们来看 天盘 在七宫 那么 他接下来的一个星是什么呢? 是天 鹏 那么就应该在八宫 鹏 然后呢 锐 冲 辅 请 心 住 日 天鹰 正好连起来 是吧 好 接下来 我们要干嘛呢? 要把天盘的九神 飞一遍 那么天盘的九神 我刚才讲过 分音阳 阳段的时候 顺着弓尾数字飞 阴顿的时候 逆着弓尾数字飞 那么现在是阳顿 好 顺着弓尾数字飞 直伏 在七宫 那么八宫就应该是藤蛇 九宫 太阴 一宫 六合 二宫 勾尘 三宫 三宫 太长 四宫 朱雀 五宫 九地 六宫 九天 好了 干嘛呢? 把神盘也排列完毕 也排列完毕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那么这里边 我提醒大家 有一个规律 你排的对不对 实际上干嘛呢? 很简单 简单到哪里呢? 你比如讲 特别是这个 星 你比如讲 我们看 天鹰 和鬼 实际上 这个什么呢? 天鹰星是谁呢? 是鬼带出来的 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地盘的鬼 是不是天鹰星 所在的宫温呢? 对 我们再来看 那么 天冲 天冲 我们来看 天冲的 钉 地盘的钉 在哪里呢? 在这里 那么它的本味 星是什么呢? 是天冲 明白吗? 同样的 那么天锐 我们来看一下 跟饼在一起 是不是呢? 地盘饼 确确实实是在天锐 在原始宫温 明白吗? 所以说 这是干嘛呢? 也就是说 星 干什么呢? 跟天干 也就是三七六一 实际上是干嘛的呢? 是捆绑的 明白吗? 好了 这是干嘛的呢? 我们进行了 这一步之后 基本上 一个正确的局 已经能够干嘛的呢? 已经排出来了 剩下呢 就是做一些收尾的工作 收尾的工作 好了 我们来看 怎么收尾呢? 首先 你要把空 给标出来 什么叫空呢? 我们来说 那么甲子巡 空什么呢? 空虚害 甲虚巡 空什么呢? 空身有 甲三巡 空五位 甲五巡 空陈次 然后呢 甲陈巡 空银毛 甲银巡 空子丑 我们称之为 这是什么呢? 这是寻空 也就是什么呢? 地空 还有一个 这是什么呢? 移空 什么叫移空呢? 甲子巡 寻 移空是己 甲虚己寻 移空是庚 甲身庚寻 移空是心 甲五心寻 移空是人 甲移人寻 移空是鬼 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好 我们来看 还有一个什么 那么甲银鬼寻 空什么呢? 空物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 物 物 空己 如果物当直伏 那么就己空 己当直伏 就是跟空 也就是说 他下一个 是干嘛呢? 是空的 唯独什么呢? 甲银鬼 鬼下面是乙呢? 是乙是不是? 乙不能空 三旗是不能空的 所以呢 鬼之后就是悟空 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规律 这是一个规律 我们干嘛呢? 我们把这个空给标上 把这个空给标上 好 怎么标呢? 我们知道 那么心有 是什么呢? 甲银鬼 甲银鬼 那么甲银鬼 甲银群 它的移空 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甲银群 它的移空 是子丑 那么子在哪里呢? 子在这里 丑在哪里呢? 丑在这里 我们给它标 标上去 好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 寻空 代表什么呢? 代表移空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这什么呢? 甲银鬼 那么移空是什么呢? 鬼后边是物 是不是? 刚才我讲到了 那么把雾 好 雾在哪里呢? 在这里 天盘雾在这里 再来找一找 地盘的雾在哪里呢? 在这里 干嘛呢? 好了 我们干嘛呢? 就把空全部标完了 那么剩下的 还要做第二步工作 标什么呢? 标上马 什么叫马呢? 就是一马星 一马星 什么叫一马星呢? 好 银五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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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你的实干 是银或者五或者须 那么这三个时辰 他的马星都在深的位置 那么深子辰 这三个时辰 他的马星都在银的位置 四游丑 这三个时辰 他的一马的位置是在亥 亥马卫 这三个时辰 他的一马的位置是在什么呢? 在四 规律是什么呢? 是三合局的什么呢? 第一个的冲 明白吗? 第一个的冲 银身冲 我们看 这个是什么呢? 三子 银身冲 然后呢 四害冲 那么一说 这个一马星 只可能是银身四害 明白吗? 那么为什么要标马星呢? 马星的主要作用 是干嘛呢? 去查谁在暗动 另外一个是在定应期的时候 要用到马星 好了 我们来看 我们标马星 我们来看啊 好 那么这个 那么时辰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是心有时 那么也就是什么呢? 四 有 丑 那么我们知道 四有丑 马星在哪里呢? 在亥的位置上 亥的位置上 好 亥在哪里呢? 亥在哪里呢? 在这里 好 我们把什么呢? 马星给标上 写上吧 好 在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是马星 好 这是干嘛的呢? 把马星就标上了 那么 接下来 我们还要干嘛呢? 还要做一个工作 是什么呢? 要去把宫的旺衰 给标上 那么 怎么去找宫的旺衰呢? 季节所在的宫 为旺 然后呢 按照顺时针 依次转下去 分别为 像 胎 眉 死 求 肺 修 干嘛呢? 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讲 八个宫 有八个状态 还有一个 中宫 因为它是一个太极宫 太极的宫人 那么它 究竟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分阴阳段 阳段的时候 它随着 更宫的 妄想状态 阴段的时候 随什么呢? 随宽二宫的状态 那么 这八种状态 是怎么讲呢? 肯定 妄宫和相宫的力量 是最大的 胎宫和修宫是次质 而另外四个宫人的力量 是最小的 以什么为 什么呢? 为最 力量最小呢? 死和求 是最小的 明白吗? 死和求 是最小的 好了 我们 开始把宫位给标上 什么标呢? 好 我们来看 经浙 我们知道现在是经浙节气 经浙在哪个宫呢? 各位 经浙在哪个宫呢? 好 我们来看 什么? 川语精 在哪个宫呢? 在这个宫 那么这个宫就是旺的状态 好 那么既然 既然那么经浙节气 是在这个宫位 那么它必然是旺的状态 然后这个呢 就是向 然后呢 胎 眉 死 求 废 修 好了 我们讲这是干嘛的呢? 把 九个宫位 什么呢? 它的一个旺衰的状态 也给标出来了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是个呢 哎 这个宫位 中五宫 那究竟它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呢? 刚才我们讲到 在阳段的时候 随干八宫 阴段的时候 随宽二宫 好了 我们来看 那么 这个什么状态呢? 随干八宫的话 哎 这就是一个旺的状态 好了 我们就干嘛呢? 哎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 漆盘断甲局的盘 你就排定了 那么在这里边可能有一个问题哈 但前面没有讲 前面没有讲 给大家补上 也就是说在飞盘漆盘之中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 很多的东西都是固定的顺序 飞盘漆盘 心盘神 还有什么呢? 干的顺序 它的顺序是死活不变的 明白吧? 必须按照这个顺序飞 我们首先看 九星的顺序 无论阳段阴阴段 它的顺序是不变的 明白 譬如 你 飞 你飞完天鹏星之后 你必然是天锐 明白吗? 这是不变的 它变的是什么呢? 譬如物极更新人鬼 变的是什么呢? 变的可能是 这个什么的公味 干的公味数字 你就说 它们像一条线上的蚂蚱一样 明白吧? 好 你之后必然是它 天鹏 天锐 天葱 天斧 天琴 天心 天柱 天刃 天鹰 好 配完天鹰 就是天鹏 好 这是干嘛呢? 这一圈 那么这是九星 它永远不变的顺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九门的顺序 那么 修门 之后必然是什么呢? 死门 死门之后必然是伤门 伤门之后必然是渡门 渡门之后必然是什么呢? 必然是中门 中门之后必然是开门 开门之后必然是经门 经门之后必然是升门 升门之后必然是井门 然后又飞到哪里呢? 又飞到修门了 然后再去我们干嘛呢? 逛一圈 那么这是九门的顺序 接下来说一说九神的顺序 之斧 然后呢 藤舌 太阴 六合 然后呢 勾成 这是干嘛呢? 那阳段的时候用勾成 那么阴段的时候 这个位置用什么呢? 用白虎 然后呢 太阳 然后呢 朱雀 这是什么呢? 这是阳段的时候 阴段的时候 换用什么呢? 换用 玄武 然后 是九地 九天 永远不变的顺序 九天 完了之后 必然是干嘛呢? 啊 必然是 就全部拍完了 那么接下来 是什么呢? 天干地支 也就是这个三七六移的顺序 也就是这个三七六移的顺序 一根蚂蚱蚱 就像一根绳子一样 一条绳上的蚂蚱 你找出其中的一个 你就必然能找出这一串来了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固定的顺序 那么剩下的 接下来我们很多人 我不知道你们基础怎么样 但是我只能把你们当成基础很差的 那么 就是什么呢? 九宫的什么呢? 一个什么呢? 九宫的一个什么呢? 在九宫里边 这个 十二地支是如何 如何按部的 我们讲 这是什么呢? 这是子 子在什么呢? 凯一宫 然后呢 丑和银在根八宫 然后呢 卯 在什么呢? 卯在三宫 卯在三宫 然后呢 陈四 陈四 是在什么呢? 在四宫 这是迅四宫 正三宫 然后是凯一宫 好 我们来看 那么 到了这里什么呢? 这就是五 所在的位置 接着是什么呢? 卫 身 卫身在哪里呢? 卫身 在宽二宫 然后呢 这是什么呢? 有所在的位置 然后是什么呢? 须 和亥 所在的位置 干嘛呢? 这就是我们讲 讲什么呢? 十二地支 在九宫里边的 分不顺 分不顺行 比如我们现在讲 那么甲虚几寻 空什么呢? 它虚在这里 甲虚几 空什么呢? 它必然空前边的 什么呢? 身和有 那么它 比如甲三寻 甲三更寻 那么甲三更 它空什么呢? 空前边两位 五和位 明白了吗? 这是空的 空的原理 空的原理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把什么呢? 把如何去定局 如何去按照一定的步骤 不出错的去排一个局 给大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如果说各位 有什么不清楚的 自己把本节课的视频 多看几遍 多看几遍 那么另外后边 希望大家每天 你把每个视线的局 都给我排一遍 你起的局越多 干嘛呢? 你的进步就会越快 我也可以跟你讲 当你排到 两千个局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再看你 排的局 实际上 它就不是字了 这是干嘛呢? 你会感觉到 这个局里边 有一股气流在涌动 明白吗? 也就是说 你跟这个局 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